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报杨子肖战带播剧余生改名,已定当成功,新名称略显吐气 1月27日晚间,有余季在个人社交平台中分享一则由肖战,杨子两人主演新剧余生,请多指教的最新动态,一时间引发网友热议 据该余季表示余生目前已经改名为美好的幸福,播出时间或将会在2022年上半年,但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而且会是卫视,网络双平台播出 对于这个消息,粉丝们自然是很激动,但新名字属实略显吐气 余生,请多指教给人就比较有很多可以想象的空间,但美好的幸福却让人第一感觉就如同乡土剧,文字过于直白 与两位主演杨子和肖战的气质明显不符 余生,请多指教其实挺悲催的,从拍摄完成后便遭遇各种风波影响 该剧于2019年年底杀青,当时女主杨子已经在影视圈站稳脚步 此前有多部影视剧出圈,口碑人气都未居心进小花之手 男主肖战也是刚因为出演陈情令而一夜爆红,凭借为无限这个角色圈粉无数 当红小花搭配顶流小声的偶像剧,自然引发观众期待 在杀青之后,便直接预定爆款 可是当粉丝的期望值越高,失望值就越大 227事件的出现让一切都存在变数 那时的肖战口碑瞬间跌入谷底,路人员更是差到一言难尽 社交平台中几乎都是对其口诛笔伐的声音 因此,原本预计将在2020年定档的余生便推迟了上线播出的计划 就这样,一等就是一年多,直到肖战的路人员回暖后余生才正式官宣于9月8日定档湖南卫视播出 作为挤压近两年的待播剧,主演杨子与肖战在确定余生定档这个消息后 两人还特意在个人社交账号中分享动态大力宣传 而且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杨子与肖战的官宣文案很谨慎 并没有在文中爱特对方的名字,明显少了很多可以炒作的空间 可以看出,两位在刻意避嫌,就是希望余生可以顺利播出 然而,即便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得如此谨慎了余生最终还是在开播前被叫停 在2021年9月5日下午,湖南卫视突然在官播中发文宣布余生 请多指教暂停播出的消息,给出的理由则是,因频道编排调整 至于后续播出情况,湖南卫视也没给明确时间 不得不说余生真的太难了,同样两大主演也太难了 好端端的一部剧应是被外界因素所影响 多次的期望落空后也导致网友们的期待度降低 这对于演员来说是不公平的 如今余生被改名,而且还那么吐气 估计又将会损失一些观众的期待 而且两大主演目前的状况也不明朗 肖战近期因为被扯入《剑网3》的风波中而引发粉丝与网友对立 杨子则因为合作劣迹艺人而导致待播剧无法播出 可谓是实惨 最后,余记所公布的消息虽还有待考证真实性 但依旧希望可以成真,祝愿余生可以早日播出吧 不然可真有可能成为烂剧了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